再来关系是中日关系 北京当局之前是为了抗议 日方排放福岛的污染废水 全面禁止日本的水产品进口 再加上钓鱼台跟靖国神社参拜 这些长期争议 让双边关系是陷入了冰点 现在又传出 由日本药厂驻北京的员工 被大陆方面以间谍罪名给逮捕 大陆方面就指控 日本要为关系恶化来负责 不过日本则是采取冷处理的态度 甚至是高规格接待来访的澳洲防长 还首度邀请澳洲参与日美定期的联合军演 来集结共同力量应对中国大陆 中日两国近来因为福岛核污染水排放 与水产品进口禁令等问题 双边关系越来越僵 再加上长期存在的靖国神社议题 以及双方持续在具主权争议的 钓鱼台海域活动等 让两国人民对彼此的观感越来越差 例如上周二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就发现 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不好的比例 竟然高达92.2% 比去年还要多出4.9% 观感明显恶化 至于中国民众对日本印象不好的比例 则是62.9% 比去年维生0.3% 基本持平 而中方新作为恐怕将进一步加重这种负面观感 这名日本公民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被中方有关部门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被捕的是日本安斯泰莱药厂驻北京员工 过去20年都在中国工作 还曾经担任中国日本商会的高层官员 今年三月底返回日本前 遭中方拘留 半年之后才宣告逮捕 这种莫名关押 并且扣上间谍罪名 甚至当作外交人职的做法 与上周三终于能从三年领雨生活 重回自由的澳洲籍记者陈磊 几乎如出一彻 当年陈磊仅因为提早几分钟 透过手机分享一份政府提供给媒体的简报 就遭北京当局以为境外非法提供 国家秘密罪关押三年多 律中禁欲极不人道 三年来在阳光下的时间甚至只有30小时 这样的潜力让日方对目前被捕的 日本药厂员工情况倍感忧心 当前日本对华认知出现了明显的倒退 错误的将中国定位为 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在台湾问题上 频频的跃限 对两国关系的政治根基 造成了实施性的损害 中国外长王毅周四却在第十九届北京东京论坛的 开幕视讯演说中 再次指责日方是两国关系恶化根源 要求日方应改变思维 并停止在经济上涉陷 搞脱钩锻炼 才可能让两国关系顺利发展 日方则才冷处理从首相岸田文雄在论坛上的书面致辞 到外向上穿养子的视讯演说 都只强调两国应该加强对话 保持关系稳定 日方当天更高规格接待来访的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 并展开双边国防对话 日方邀请澳洲参与今年十一月 以及明年二月举行的美日例行联合军演 以便加强共同防御合作 日本与澳洲两国防长在双边会谈里展现出 对中国的高度戒备态度 几乎已经成为西方民主国家 尤其是美国盟友国家的共识 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与纽西兰组成的五眼联盟情报首长 周尔罕见其聚在美国矽谷的史丹佛大学 与新创科技专家会面 并集体呼吁产学界联手应对北京当局 透过AI所带来的骇客与间谍活动威胁 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总监更证实 澳方此前刚发现一名中国学者 借由在澳洲多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 要求博士生收集特定澳方情报之后 私下转卖给中国情报部门 所幸在实质伤害还没有造成前被查获 澳方已经把该名学者驱逐出境 新的AI科技工具 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专制国家相互结合 恐怕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复杂不安 TVBS新闻综合报导